大家的大名總統 潘域處長 陳市長 我由共和國 紐約大索磯磯磯 歐堪榮大使 還有美國在台協會 高雄尊處 張茨林處長 日本條安交流協會 高雄市部首 澳正式所長 以及土瓜路 南國 加拿大 泰國 歐洲商會 等 市前代表 抿馬院 各位立法委員 各位部會首長 各位海洋時空 各位貴賓 還有特地來參與海洋日 海洋大飛車的船船 鋪路中的好手們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今天 是國家海洋日慶祝募動 我們集聚在高雄和海交會之處 盧牧州與帆船在這裡會師 這是一個集聚象徵意義的畫面 盧牧州代表了原住民主席的智慧與既定 他們早在數百年前就開始航行於這個海域 與大自然和諧共存 而帆船則象徵著我們現代與國企接軌的努力與成就 這兩者的相遇不僅是一個歷史的回顧 更是一個面向未來的展望 今天我們不請要慶祝我們美麗的海南 更要感謝我們的祖先與前輩 感謝他們的智慧與勇氣 使得臺灣能夠成為今天這樣一個與世界纖維的海洋國家 更也感謝賴總統親自立臨 臨到我們共同見證臺灣海洋國家匯大的歷史 5月20日 您在就職演說中宣誓 探索海洋 豐富人民海洋生活 將作為政策主軸 這帶給我們無比的振奮 謝謝總統 報告總統 這樣我們的預算會增加喔 委員都同意了 從108年制定東部海洋起登法 109年頒布海洋政策安提梳理之後 海外會積極推動海洋生態與安全 從去年 海洋產業發展條例而成立法 海洋汙染防治法 及海洋 海岸實況機關器械使用條例的 部分條文修正案通過 今年6月6日 海洋保育法再通過的立法院內證委員會出審 這對於海洋事務的推展是重要的一步 我要對各界的支持表達誠摯的感謝 也要下海會會的同仁們說聲 辛苦了 海洋保育法能在國家海洋日前夕出審 也證明這是潮眼景色的共識 和在座關心海洋的大家多年來的努力受到肯定 如果本會期完成立法 將讓台灣在保護海洋生態環境 促進海洋保護區保護成效 保育與富裕海洋生物多樣性的部分 可以大部分滿情 並呼應氣候變遷因應法等 營造健康海洋生態環境 兼顧藍色產業永續經營 共創健康海洋環境 及資人永續利用 除了海洋永續 海洋的和平安全 更是海洋委員會肩負的重要實力 今天第三艘四千頓級艦艇雲林艦將在總統主持下成軍 即將投入海巡任務 弟兄姊妹們 當我們看到總統面對全世界 為台灣大聲疾呼有主權才有國家 我們就要了解 海巡捍衛海疆國家 賦予我們的責任是如此重大 今天 我們全國人民 在這幾天都看到 海巡面對很多挑戰 事情發生以後 事情發生以後 海巡弟兄告訴我 他們欲錯欲分 他們知道 義無反顧 勇往之前是唯一的道路 報告總統 我知道海巡 這是一支不會辜負人民期待的英勇部隊 請總統放鞋 今天在這裡 不僅是為了慶祝 更是為了宣示 我們對海洋的承諾 氣候變遷 環境污染 生態破壞 這些問題 都需要我們共同面對解決 我們要創造一個 和平 永續 繁榮的海洋環境 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 也是我們對未來世代的承諾 我在這裡 要牽各位的雙手 用掌聲向我們現場獲獎的海洋之功 及海洋各項貢獻獎的得主表達海獻 他們正是我們可以完成對未來世代承諾的最有力量的工作夥伴 謝謝你們 最後 再度感謝代表統及所有會員的光臨 讓我們今天 以今天的慶祝大會員作為奇蹟 共同努力 為創造一個 和平 永續 繁榮的海洋而奮鬥 祝大家日體健康 萬事如意 謝謝大家 掌聲同意 謝謝 謝謝各位的名字 掌聲鼓海洋 您恭喜 讓我們一起共創 和平 給我們續繁我們的海洋環境